兄弟们今天咱们简单看一下美国亚马逊第一大卖Farmapax的店铺 希望通过看他们的店铺能学到一些知识 首先看到他们店铺后台 这是一个超大型店铺 一个月是有5000多个feedback 整个店铺注册到现在应该是有100多万个feedback 这是一个超大店铺 上个月的销售额是1000多万美金 也是每个月过予销售额的一个店铺 店铺成立也是17年成立的 其实我们发现美国的亚马逊大店铺 好多都是17年成立 平均客单价19美金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一个月的销售量 也差不多60万单了 怎么说呢 和上次咱们分析的第四大店铺 也是一个月60万单的销量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店铺一共有26000多个listing 看样子 美国的超大店铺也是listing多的这种店铺 我们点开他们的产品详情 看一下他们主要做什么 什么样子产品 其实直观的可以看到 这应该都是美容各户相关的吧 各户为主的 像这些 好多可能还是咱们国内卖家不能卖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超大店铺相关的品牌还是很多的 有15、6个相关的品牌在这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 他们排在前面这些产品的销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最近30天都是6万多单 4万多单 5万多单 就是说他们这些best seller也好 或者是排在第一页的产品也好 普遍每个月都是有几万单的 差不多每个平均一天都是有上千单的这样子效果 果然是超大店铺 超过超过2万个listing 整个下来的话SKU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了 这就是美国传说中的第一大店铺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发现 他们卖的这些产品还是咱们中国卖家一般不能去触碰的 像这些各户类的 比如说洗衣粉洗衣液或者是擦脸磨脸的 大部分咱们中国卖家是没法去触碰的产品 这就是超大卖家做的产品 那么我认为我们中国卖家也是要想办法去看 怎么样子能在美国去销售这些产品 比如说你通过注册美国的公司 注册美国的店铺 然后以当地的公司的名义 在美国去销售这样子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月有5000多个feedback 一个月有过亿销售额的店铺 他们整个公司现在正在大力裁员 正在走清算程序 据说是逐渐要把这些产品停掉 逐渐要把这些销售停掉 那么我们要反思了 作为第一名的亚马逊卖家 就第三方卖家 他竟然要走清算程序了 要逐渐停掉这个业务了 那给我们会有什么反思 一方面我们的店铺要不要做到这么大 或者能不能做到这么大 你也准备几万个SKU 几万个listing这样子去做大 另外一个就是做大之后 能不能支撑发展 能不能长期有利润 因为连他们在美国的第一大店铺 也要走清算 也要逐渐停掉这个业务 所以说我们要反思 另外我们也要思考一下 常言说这叫一经落万物深 那么这么样一个超大的店铺 他要停掉业务的时候 那他这么多listing 或者他这么多相关的产品 总要有相关的企业去销售 去弥补这个市场 这会不会是我们其他中国卖家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 希望咱们中国卖家多多加油 一起加油干吧 谢谢大家